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又回到我們最後一節的電影有毒,今集我們是用寄生獸來講的 那我講到哪裡? 講到那種Predator的生物 如果大家有看Predator vs Alien,就覺得很過癮 兩個人打起來,兩個外星物組 誰打贏呢? 我們都知道他們玩的是什麼電影密碼 因為Predator是代表以前來的古外星人 甚至你會看到他們的其中第三集,他們也有碰到的祭壇和馬雅的金字塔 就好像更加來過金字塔的時期 就是那些外星人 而Alien就代表什麼呢?Alien就是… 工具來的 不是,它是未來自來的 一種生命體 所以它整個發展,你看到Alien的故事 我們當時也在花籃那裡,阿凡達人也說普羅米修斯 當時也觸碰到這件事 就是它裡面觸及到普羅米修斯的那部電影 從古老到未來,它也觸碰到的 而它到了那一刻,普羅米修斯那時期 就是在二十大,接近二零三幾年的行動 這是以後普羅米修斯的第二集 可能也要兩年之後 可以再告訴大家 現在在想著的,劇本正在想著的 已經公佈了,找人在讀 但是,Practitor和Alien 變成了兩種外星命體 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件事 就是Practitor 碰到,比如他們生態那樣 變成了地球的第一批 我們找到的那班古外星人 它的形態 就是等於我們如果 開了香巴拉的通道 我們進入香巴拉 我們會看到有Practitor 就是他們 它未必是這種造型 但是它就是獵頭族的祖先 我們這個世界有獵頭族 我們有獵頭族的祖先 而它這個獵頭族的祖先 就是牽涉到 他們本身 在開頭的時候 原來在地球的生物形成的時候 它第一批 那個包子形成的生物的時候 那個叫頭 即是有頭的現象 沒有那麼早出來的 而是去到古埃及那個時期 那班人 它最主要是那班人下來 那班人裡面 就是有我們現在的 有頭 有身體的形象出來 所以我們去看 用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外星人裡面 如果你分這兩批 一批 出現 就令到地球出現了 我們人體的五臟 那班外星人 另外有一批 就是再直入下來 用頭下來 所以你研究古埃及文明那裡 它四個種族 最主要是頭不同 你看到它在古埃及文字裡面 所分的四大階級的種族裡面 最主要的分別是頭的 而這件事 我們也在研究道家的文化裡面 找到和古埃及的關聯 因為道教裡面 他們也覺得籤頭 他們留下了一些線索 籤頭是什麼 籤頭就是整個 譬如你那一派裡面的 最重要的信物 那個信物是籤頭 而這個籤頭裡面 就是講 原來我們開頭的時候 帶文字下來 帶語言來 認清到語言裡面有意義的那班人 他們開頭的時候只有頭 是頭下來的 所以這一班外星人 就是差不多 如果我們看那個用歷史 可以追溯到的 在神話裡面所碰到的文化文明裡面 都提及到 就是有一種生物 只有頭下來的地球 是連著地球的肉體出現 這個就是剛剛 因為現在是過年 你知道什麼叫過年嗎 年是一種生物 年壽 年壽只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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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四處飛 四處飛 這種只有頭的那種 還有我們古裝片 也有一些毛頭冬公 毛頭冬公的頭在那裡飛 我馬上想起這個魚殘片 這個叫做飛頭現象 或者德國頭 我聽過有一種鋼頭 有一種鋼頭 就是飛鋼 就是只有頭 扭著腸子飛 他主要是頭 有時候要連著 裡面的骨髓 其實骨髓 當它下腊骨的時候 骨髓是最重要的 那是其中一種外星的一種生命體 主要是頭 而頭一下來 這個我們追溯應該在光陰天的時期 這件事就出現了 我們經常說 用古外星文明來講 我們目前追溯到 都是有文獻記低 而我們可以將它分析 加上飛碟學來做研究的時候 最早以我研究的角度 去到光陰天的階段 光陰天是 光陰天是佛經的 但是光陰天的時期 我們這個地球的地區已經存在 他們要來光陰天的生物 下來地球想吃一種泥 這種泥是否叫做阿表土 紅泥是紅塵形成的 即是說這種生命體下來的時候 他貪吃想吃這種泥 誰知道是黏住了 他們就回不去 我覺得這個光陰天 就是第一批和第二批 一種是屬於語言的陰 另一種是有文字出來 眼是可以出來的 就是光 就是光陰 現在是很橫切面的 因為寄生壽裡面 他碰到米奇這一群 他這群就是在光陰的陰 裡面發展出來的包子 這也是普羅米修斯 很多人都問問第一場 為何會有一些像密宗的人 他就像一個祭禮 其中一個人在碰到油質 其實油質是最重要的 那個油質就是 我們遲些可能有機會去說 不過不是這個節目 或者有部電影 剛剛說的 叫做基督之油 這種基督之油 基督之油 基督的油 這種油性 就是一種生命的起源 你會看到基督之油 他開始的時候 他這樣的處理 還有他一段 那個引子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地球的那個 狀況 太多人 太多人 你會覺得那個好像一個宣言 是 就是說 告訴你 你了 現在這個時間 如果大家有看過電視片集 最早的超人的前身 那個片集 什麼Ultra Kill 即是鹹蛋超人前身 鹹蛋超人未出現之前 都是那幫人做的 那個叫Ultra Kill 鹹蛋超人叫Ultra Man 他叫Ultra Kill 那叫地球保衛戰 一開場 就是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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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整個失衡了 那當然了 你會看到 那個是一個人字 大家如果有看木星戰記 木星戰記 它裡面也有說 它沒有宣言 但是它也在說 地球失衡 這個時刻 它的意思就是 地球現在 是外星人收割的時期 因為 已經差不多時間了 他們會過來收割 收割什麼呢 你看一部電影 不告訴你 木星戰記 我覺得 木星戰記 也很值得跟大家說 因為它裡面 我也看到 很多 我們也有聽眾朋友 他們也有問 說說木星戰記 因為我想 大家都可能忽略了很多 很多訊息 他看不明白這部電影 而且覺得這部電影 跟Majors沒有關係 其實是很有關係的 總之 我們現在說回這個 生奇貴的寄生獸 它裡面 它觸碰的米奇 這些物種裡面 其實它玩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基本上 它觸碰到 不止 我們剛才觸碰到 那些 最重要的是 它有說到 物種分類 那一學 我覺得 在它下集的時候 它簡直是說 新一 和米奇 兩個人 開始 初初 就是在學校那裡 因為他們剛才的年紀 正在學校 學校搞得這麼大的事情 之後 然後 這個東西 白熱化了 這群 已經進入社會的 那群寄生獸 開始行動了 他們當選了 對 開始行動 就碰到 剛才Angus 都說 你也是最有興趣的 他開始碰到一些 即是說政治的事情 不僅如此簡單 即是一說政治 或者一說對抗 就說整個人類的種族 面對的問題 那部電影的下一集 便會理會 現在 因為這集 它說的 就是做了一種 叫做引子 即是說它裡面 碰到生物的起源 我想這個如果是有趣 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都想安排一些時間 講講其他 即是補回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差不多 講了這麼多 紀生獸 如果你覺得 想再 聽多些哪一類的 你給我們意見 留言在我們討論 你給我們意見 那時候我們再整理一下 因為其實在《記生獸》裡面 我覺得 我這次 他們放了很多 很多 這些 訊息 在這裡 是很 將日本的那種科幻 他們找到的 那種理解 那種知識 利用電影的 神話結構 把它放出來 所以你講的時候 我們看的時候 就覺得好像 上了一個戲劇網絡 碰到很多很多 這些有趣的訊息 所以說不完 我們暫時 來停一停 聽大家的意見 以及 第二集來的時候 我們又會再講 其實我們要補回一些事情 上一集 我們的謎語就是 猜是哪個導演 你說細節一點點 究竟哪個導演 是有那個 你講 因為上一集 看你有沒有記性 就是 因為這就是 我們上次說 《美國追擊手》 那部戲 因為那部戲 近這兩個星期 一個話題 當我們那個 節目播出的時期 剛剛 就是審判的時期 你有沒有看新聞 剛剛審 沒有 是 所以 現在的結果 還未出來 很大 而且 美國追擊手 現在都應該未來話 大家其實快點去看 因為我覺得這部 基本上 他宣傳不信很多 還有可能很多 開始的時候 那些人 不是看得那麼深入 但是 你猜不到 票房是 香港 美國 現在我都 收到票房的資料 都是美國和香港 不頑皮 香港更加意外 他比 口碑很好 還有之前 宣傳很多 的《飛鳥俠》 就更加多人去看 是的 而且 挺值得看的 我們上一次 都 問了一個問題 是的 就是猜一下 我們香港哪位導演 有個 我們碰到那個題目 你要說說 即是他對槍 你沒有記性 你真是 唉 你不用功 我又說 那個男主角 他在伊拉克回來的時候 他完成他第四次的任務 終於 殺死了 伊拉克的對手 那個 那個捉擊手之後 他回來 但是他在之前的那一天 就是在這個完成任務的期間 其實他覺得自己可能不能回去 於是他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的太太 是的 他沒有回家 他說 I ready to home 是的 但這個I ready to home 大家都看到他的意思 就是 未必是真的回到家 去了酒吧 不是 未必是回家 Ready to home 天國 可能會死 OK 因為下面那一部 是的 你看到那部電影嗎 我記得 伊拉克的那些軍人已經正在 衝過來 他們說 如果不走 走不了 但他說我一定要做那件事 所以他後來的風暴來的那一場戲 很棒 掩護了他們 當然不只掩護 是迷惘的 因為當時他們想過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這個當事人他還沒過世 還沒出事 他已經有這樣的處理 但是他終於回到美國 他完成了任務 決定了班 但他沒有回家 當他去了酒吧 酒吧那一場 我們就有說了那個 因為他做了兩個禮拜 也不怕尊叫 他在酒吧那裡 他說 醫衆心理 其實如果你是軍人 你完全很明白 如果你是一個叫做 就是有宗教信仰 尤其是天主教 或者基督教信仰的人 你更加明白 所以就引起了我們這個問題 是的 哪位導演 香港有一個導演 不喜歡回家 我記得了 不是不喜歡回家 就是拍完戲之後 他拍完一些戲 那些戲 是譬如說說黑社會 或者很暴淚的戲 或者說跟鬼有關的戲 他拍完了之後 他不會回家 他不會回家 我們討論區有一個讀者 就猜 是不是杜其鋒 擔案 不是 是錯的 所以呢 繼續猜 各位朋友 你還有機會 不是杜其鋒 是誰呢 因為人家猜杜其鋒 就是你說黑社會的戲 所以人家猜得杜其鋒 你說我誤導錯了嗎 不是 你再給一些更精準的提示 也是這樣說一句 很精準的 他拍黑社會的戲 是多於陶其鋒 行不行 這樣就很精準 是很精準 是誰呢 這個永遠的靈 其實我也看到 好像五百多元 我也想看 其實現在的那個 永迪靈那個 我都聽他說 其實也很賣得 因為很多人想看他的製作 製作的特輯 製作的特輯很棒 所以現在呢 還有一個 過年 可能跟大家 你踴躍一點 提示 今次的牽使就是 不是杜其鋒 他拍的黑社會片 是多於杜其鋒 是 那大家 一說完之後 大家一定會猜到的 其實是 還有他 他其實是拍這類戲 那個來講 他還很多 嗯 誰呢 應該都很容易猜 大家猜一下 好 那今集時間又到了 那我們 公祝大家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一人說的 你說新年快樂 我跟大家說 喜慶羊羊 好 拜拜 過了一年之後 我們休息兩個禮拜 你繼續再聽 電影有毒 拜拜 拜拜